圣经一甲,我们的使命,圣灵更新,活出圣经,合一荣神。 主题,今日中秋节,在阴历的这一日,是庆祝耶稣生日的日子。 耶稣行生在中秋,原本与犹太力驻彭节是同一日。 然而今年与犹太力驻彭节不是同一日,因为今年是犹太力隐年。 解释内容,今日中秋节,在阴历的这一日,是庆祝耶稣生日的日子。 这个说法融合了东方传统节日和西方宗教庆典,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交融。 中秋节通常在农历8月15日,象征团圆和丰收,将耶稣的诞生与中秋节联系在一起。 可能是为了强调两者都代表着希望,光明和团聚的主题。 耶稣行生在中秋,原本与犹太力驻彭节是同一日。 这个观点是图将耶稣的诞生与犹太传统节日联系起来, 为基督教的起源提供一个历史和文化的背景。 驻彭节是犹太人的重要节日之一,通常在秋季举行。 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后,在旷野漂流的时期。 这个节日强调对神的信靠和感恩, 与耶稣诞生的意义有一些相似之处。 然而今年与犹太力驻彭节不是同一日。 这种情况反映了不同力法之间的复杂关系。 阴力、中国农力、阳力功力和犹太力都有各自的计算方式, 导致节日日期在不同年份可能会有所偏移。 因为今年是犹太力引连, 这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的日期会有所不同。 犹太力是一种阴阳合力, 为了条整月亮期与太阳期之间的差异, 大约每二到三年会加入一个孕月。 在阳年,整个历法的节日都会相应延后, 这就导致了与其他历法节日的错位。 这种复杂的历法交错不仅反映了人类测量时间的多样方式, 也展示了不同文化和宗教传统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相互影响和融合。 他提醒我们, 尽管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庆祝方式, 但我们都在寻求理解宇宙的运行规律, 并通过各自的传统来纪念重要的时刻和事件。 这种宽文化的诠释也可能引发一些有趣的讨论, 比如如何在保持各自传统的同时促进文化间的理解和尊重, 他也可能激发人们思考时间, 历史和文化认同等深层次的问题。 内容完结。 圣经吉甲邀请大家分享,赞好,订阅,留言, 影片完结祝福大家。 感谢观看